我的腿好痛啊 而且浑身无力 这是怎么了 难道我堂堂小熊也会生病 小熊在家吗 我们进来了哈 我去 我去说吧 脸都绿了 老乡 我这是怎么了 都病成这样了 又少说电话吧 还好我从你家窗户看了一眼 不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那啥 你好好躺着 我们去给你叫医生 那就麻烦你们了 都说远行不如近邻 这样一看果然没错呢 医生就是这里 你看看这个人还有救吗 这也太严重了吧 感觉不像一般的感冒 没有啥病是扎一针解决不了的 你就给他来一针吧 不行 打针已经没用了 得赶紧送到市里面的医院去 不是吧 有这么严重吗 你们别吓我啊 那啥 你们去联系车 我把小熊背出去 坐稳了哈 我去 为什么是骑在脖子上啊 这姿势也太奇怪了吧 车来了车来了 村子里就剩这台新货的车了 坐会用一下吧 嗯 要是用这台车 我感觉我很难停到医院 别挑三检四啊 赶紧上车 我还赶着去市里送货呢 没办法了 不坐这辆车的话 你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那啥师傅 赶紧开车吧 我们坐好了 那啥医生 你说这个会不会是传染病什么的 我有点害怕 别瞎想 应该不是传染病 学坏了 为什么或什么都没检查出来呢 这样吧 可能是这段时间你太劳累了 先好好休息一晚 看看明天会不会好点 哦 好的 谢谢医生了 等等 我头上这是啥玩意儿 嗯 嗯 你在说什么 逼糊涂了 二十四 而且数字还在不停地减少 难道说这上面显示的 是我的寿命 不行啊 我还没有出过国 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我不想死 冷静一点 医生刚刚说我没事的 所以这一定是我的幻觉 那啥小熊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好东西 出来看看吧 哦 哦 哦 这什么东西啊 钻石箱 哦 好多的钻石啊 这些都是给我的 哦 没错 这是我们大家为了感谢你 一起给你送的 嗯 好车 这不是上次那个小姐姐吗 她又回来了 嗯 小熊 我是来跟你结婚的 其实我才是小花 哈哈 没错小熊 我上次受害了考验你 今天我就正式为你们俩举行婚礼 呵呵呵呵呵呵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的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哦 可 可是 我的头好晕啊 快来人啊 小熊快不行了 哦 嗯 我的房间 小熊 赶紧来 我们为你准备了颁奖仪式 嗯 什么颁奖仪式啊 你慢点走 小熊 你以前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可是 我们从来没有谢过你 所以今天 我们想让你成为这个村子的国王 这些金银财宝 都是你的 哇 我 我 我真是太感动了 说的是真的吗 让我们恭迎小熊国王 谢谢 谢谢大家 哈哈 嗯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我去 直升飞机 完了 邪人市长 他怎么来了 来了老鱼 哟 这不是小熊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老大 他好像生病快死了 哦 来 这些枪给你 快来抓我啊 你不是很想抓我吗 Nope 我 我拿不动 哈哈 看了这不虚弱的样子 真是太搞笑了 我们走 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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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生家最后八个小时了 我还是在床上慢慢的等待死亡吧 啊 嗯 那是天国吗 哈哈 我的病好了 哎 原来那个不是死亡刀剂石哦 我又能继续在村子里生活了 哦 嗯 你的脸色 难道说 你的绝症好了 嗯 绝症 什么绝症啊 我不是得了小感冒吗 嗯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 你得了绝症 而且活不过一天了 你的婚礼和那些财宝 都是为了让你开心 才故意给你的 嗯 什么 这么说 我还是单身 啊 还不如让我得绝症去死呢 哈哈 哈哈